到公車旁走 在哪邊 哪一個 信義感謝怎麼辦 圓景在車上巡邏 一名富人突然慌張 跑到警車旁求助 原來她把皮夾忘在公車上 已經走很遠了 已經到新三路口了 你今天要上車我帶她去 好你上車 整個聲音都在戰鬥 因為皮夾內部只有重要證件 還有大約5萬多元的現金 眼看夫人心急如焚 圓景趕緊幫忙追車 你這次走這次走 可不可以懶得到她 我還想看到哪裡了 她現在進彈了 車子跑了 事發就在北市大安區敦華圓環 當時夫人皮夾醫師急動哽咽 圓景一邊安撫 一邊聯絡公車業者 同步利用APP追蹤車輛路線 總算找到公車 你要不要檢查一下裡面 有有有有有東西都在 趁著公車近站 圓景趕緊上前攔助司機 夫人也狂悶上車照皮夾 所幸財務都在虛盡一場 成語於車內不斷哭泣 並強調該筆現金非常重要 警方順利在台北車站攔截公車 圓景極客救援找回遺失財物 看似舉手之勞 但對夫人而言真的是重心降臨 這招又此張妹子參訪不懂 海皇鮑魚干貝A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馬上升級 它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呢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 利用 醫美 積